欢迎收看8月19号的中佳新北新闻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林立如 先来看到新北市政府在新店系直等区 要来设立U-Bike的租借系统后 也要在中永和两区来设立服务站 其中在中和的部分 市议员张瑞珊和市府交通局选定 先在中和秀山区的秀山国小来开办 因为呢这里是可以连结南市角捷运站 和永安市场捷运站 让双和的民众有更便利的绿能运输生活 公共自行车U-Bike要进驻中和区 租借系统该设在哪里 新北市议员张瑞珊会同新北市交通局人员一起会看 张瑞珊议员建议 最应该争取在中和的秀山地区来设点 我们希望像这一个地方能够设一个U-Bike的站 连结到南市角 包括到四号公园 那以后到顶溪站 还是到这个国务纪念馆 可以到万华 那像这边的话到公馆也是蛮近 还是像这边的话可以到阳光公园 那边都有U-Bike的脚踏车 都很方便 可以这样连结一个系列 那这样的话 以后就不一定要坐车 或者骑摩托车 又可以节能减碳 秀山地区主要是以秀山国小为主要建议的租借服务站 因为这个地区距离南市角捷运站 永安市场捷运站的距离都在两公里以内 如果这里能够提供U-Bike的服务 相信能够让民众在街轨捷运站转成 或是跨越秀朗桥到新店地区都很方便 会设应该差不多五六十辆吧 一个占五六十辆吧 因为你太少也不好 太多没有人使用也不好 那这边的话管理维护都是由市府来还是说 市府管理 但是他这个都委托这个标道的公司 这家公司 因为台北市跟新北市 现在都是同一家公司标道的 我们这一次的一个发发作业 特别规范系统整合 那后续在这次案子 刚好我们在上个月也决标给这个杰安特 所以未来双北的一个自行车的系统 是可以整合在一起的 U-Bike是现代都会地区中的 环保绿能运输新观念 除了低碳不污染之外 也能够增加都会中民众的生活乐趣 带来更便利的绿能生活 中江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